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第五节,大留意 这次很有趣,第五节还未是科豪回忆录 今天将一些内容再拔开一节 因为亦有一些相对比较自己独立的题目 但我觉得很有趣和值得跟大家介绍 同样是来自自然期刊 这星期有很多基础的发言 很多去介绍给大家听 现在画面上看到这个就是闪电 其实关于闪电的现象 以前我们提过过 譬如我们现在未很理解 闪电究竟为何有这么大的电场可以产生 然后为何可以有闪电呢 严格来说我们还未弄得很清楚 我们只见到一个现象 就是有高的电压产生在大气度 然后它真空放电 即不是真空 原来在空气里面可以放电 即是直接把空气都当可以导电 而不再绝缘 一下子打通了 突然之间有大量电流产生 对于它们的能量级数 我们可以去测量 但背后的机制是如何 有人说是否因为 和雷暴的云里面的气体活动有关 有很多理论出来 我今天还未来说这件事 而是我们在先前的科学新知 也有提及过其他很独特的现象 就是在这些闪电的云里面 其实往往是伴随着加码射线 很有趣 我们射一个人造卫星上去 量度加码射线 我们考虑加码射线这么高能量的东西 照计就是由宇宙射线来 或者在天文事件中的加码射线爆发 我们很多时候在一些很激烈的天文事件中 发射出来的加码射线 比如超新星爆发 一些星体的对撞 往往是可以产生加码射线爆发的 地球上有一些核元素 也产生加码射线 但是当然在地表上那些就很弱 原来很有趣 行雷闪电那些雷暴的云 是会出加码射线的 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我们先前有提过的 原来刚刚在这个星期 自然期刊也有一个报导 就是关于这些雷暴的云 去放出来的加码射线研究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题目 其实就是说 有一些很独特很高能量的射线 其实就是由这些雷暴的云入面 会走出来的 过往的理论 我们觉得很容易直观的解释 因为上面有这么多行雷闪电摩擦的现象 你连闪电的能量都可以放出来 这么大的电场都可以产生 在这些闪电的时候 然后电到有些东西 譬如说有些将一些空气都离子化 在里面突然之间就很容易产生 一些正电荷、负电荷 在一个这么急的电场里加速 就有点像我们去产生X光的原理 产生X光 我们就是将一些高一些电子 放在一个电场里加速 然后撞到一个目标物那里 于是那些目标物 突然之间被一些电子撞击 然后它自己的电子也撞散了出来 撞散了出来之后 又跌回到原子那里 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产生X光 如果你把电子撞击的能量 的级数再大一点 其实就有能力去产生加码射线 所以在这些我们已知的实验手段里面 我们就用这个方法去理解 加码射线 伴随着在雷暴也产生不奇怪 然后这些加码射线 我们可以由地面上的一些仪器 或者是人造卫星都可以量到 但相对就不太清楚 我们就要测试到有这样的信号 譬如我现在头壳顶的图 其实就是其中一个 在地面上量度 这些加码射线 由雷暴 换随于雷暴的加码射线 一些机制 譬如在顶头 他们说在这个云上 有很多空气的摩擦 令到它的空气 好像磨擦去产生静电 一边静一边扶 如果外面还有这样的宇宙射线 射下来的时候 更容易产生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令到这些电更加容易释放出来 释放的意思就是 它突然之间脱离了离子状态 突然之间变回到中性的状态 这就很有利于这些高能量射线产生 而且这些原先分开了的正电荷、负电荷 它受到外面的宇宙射线的有势 因此更容易获得更加多能量 冲在一起 有人说原来这些加码射线爆发 在这个云之间的加码射线 会不会这样产生呢 这是其中一个理论 其实到今时今日 随着我们量度的资讯 越来越多 我们未是太能够理解 这些在地球自身产生的 加码射线的 不可以说是一种爆发 是一种叫闪耀 究竟是怎样产生呢 我们不知道 如果在围基上看 你会发觉 这个地面上的加码射线 就是闪耀 和天文上的加码射线爆发 是两个不同的条目 加码射线爆发 我们说的是地球以外 星体上比较很强劲 加码射线 它有时比较很集中 和历史是可以相对比较长一些 可以去到以毫秒计 至到以秒计 亦都会有 但是如果在地球上面 加码射线闪耀 即是由那些雷暴云出来的 你发觉大约就是毫秒的尺度 千分一秒闪一闪 有时还是连锁地 在千分一秒里 连续闪十下的 连续有十个 这样的加码射线 这样闪出来的 我们一般来说 就想 它和雷暴云这么大的关联 不然就和闪电有更大的关联 这是我们的套版印象 但是科学很讲求真的 我们仔细地去量度一下的时候 就发觉有些古古怪怪的东西走出来了 譬如用人造卫星去监测 刚好人造卫星走得低 又走过的时候 就发觉 如果那个地方有闪电 有雷暴云 有加码射线的闪耀 但是不一定是这么直接关联 很多时候就是那个地方根本没有闪电 但是那些雲自己里面 原来都有一些加码射线的闪耀走出来 即是里面就算没有一个通电现象 但是都有权有一些加码射线的闪耀 所以刚才说 因为有闪电 计而才有加码射线走出来 这个说法未必走得通 所以在这里大家就开始发觉 原来我们对于地面上的加码射线的闪耀 不是太清楚的 人造卫星离开地面 也有几百公里高 所以如果你要看一个 只不过来地面十多公里的一个现象 其实就未是够近够清楚的 还有很多时候 人造卫星是专门去量度一些外面的东西 你量度回地面上的东西 可能就差点相对 因为始终你的范围 你是真的需要靠近它 其实人造卫星滑过地球是很快的 你如果看外面太空的东西 外面的东西是几乎静止的 那你就可以慢慢看 但你反而在地面上的东西 你很快就画过 即是机会就一顺即逝 还有如果你在地面上的装置 你要等运到 即是等运到 要等刚好那里行雷闪电 那你就可以量度 那有没有办法主动出击 明知雷暴云来的时候 我就找些东西飞过去 留意 这些雷暴云 我们不是直接走到中间的中间 那么简单 最好是飞到凌鸽整个雷暴云 在它上面居高临下的看 譬如说香港有时都知道 没有行雷闪电的警告的时候 我们大约知道雷暴云是从哪里来的 那你就找一架飞机起飞 最好找一架飞机起飞得比它高 那一般的雷暴云 如果你找普通的民航机 即是13公里来地面 3万尺 其实都未是很够高 那因为真的厉害的雷暴云 是可以再高一点 如果你真的想一个足够的高度 居高临下 这就很有趣了 那我们原来有一些冷战时代 留下来的器具 就適合太空总署在这个项目去用 现在这个示意图 就由太空总署那里拿下来的 就示意他们现在有一个项目 就是一见到有雷雨带 就立刻飞一架飞机上去 飞的高度还要足够高 高过那些雷暴云 那一定是平流层的了 其实一般民航机 都可以高过那些雷暴云 但如果你想再高临下 看清楚一点 你就找一架东西再飞高一点 然后再量度一下 一个更加广泛的 那些加马射线闪耀是怎么样 那他们这一架机 原来是冷战时代 专程拿来去偵測 以及可以飞得很高的 飞到7万2千尺 是载人都可以的 载人飞到7万2千尺 那你计算一下 这一条数据 4万4千尺 就是13公里 那这个就是 可能是17至18公里 那麽高 都是在平流层上 但是由他来去 俯瞰这个 由雷雨带给出来的 加马射线闪耀 就非常适合 那给出来的数据 原来是以他这个项目 就比得最清楚了 因为主动出击的 是飞到上面去看的 不是在地面上等的 然后就是他比起人造卫星 更加清楚地去探测到这个现象 那就发觉很有趣了 再一步证实就是说 原来这个加马射线闪耀 和这个闪电 就未必一定是100%的关联 当然它和雷雨带的出现 就是绝对的关联 但是有闪电就不代表 一定是有这个加马射线闪耀 所以现在这里就提出更加多的谜题了 他收集了很多数据的 有一些的闪耀就是 0.1号秒 闪一闪的 但是同一时间 未必有闪电 就在雷雨带里面 就突然之间有些闪一闪 而且这个范围可以很广 不只是说后来有 就是万一有闪电 你发觉就是一条柱下来 但是 原来这个加马射线闪耀 其实牵涉的范围可以整个 很大步 是以公里计的范围里面 突然之间整个雷雨云里面 闪一闪 有个加马射线走出来 而正如也刚才所说 有一些闪耀 就是突然之间 在1号秒里面 突然之间闪十下 那里面牵涉到什么机制 不可以再由刚才那种直观的理论 去想清楚了 所以 现在无论 有人就说 可能是 不是由闪电之后 产生的后果 而是根本就是 外面的宇宙射线 射下来的时候 牵引出来的 然后更加有趣 就是说 在里面的过程中 原来是看到 有很多时候 会有反物质的产生 这里说的反物质 就是一些带正电的电子 而这些带正电的电子 一产生了 它和正常电子一结合的时候 其实就出加马射线 所以在这里 究竟什么理论是对的呢? 究竟是宇宙射线 牵引到 你有个加马射线 闪耀走出来 就是好像 我们产生X光那种原理 来去产生这些加马射线 还是刚才所说 你是有些 反物质产生了 然后反物质和正物质去结合的时候 然后产生加马射线 其实在这里 哪个占多少 就是有很多理论在这里 但是实际上的原理 就原来没有那么清楚 所以就是因为NASA 这个奇妙的发现 暂时就为未来 更深入去理解 这个雷雨带里面 它为什么会产生 这些加马射线闪耀呢? 就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所以我们很期待 就是有一个更加完整的理论 去解释 为什么会闪电 里面会有这么多的 这些加马射线闪耀 走出来呢? 原来在我们身边 这么简单的大自然现象 原来我们竟然还未搞清楚 所以 这个研究的观察结果公布 亦都在自然期刊出现 所以今天 其实呢 我们有很多 原来是 很奠基性的数据 走出来 但是 就是为未来 一个更大的发现 就准备去铺路 那么我们知道 有这些数据 就一定迟早 有一些更大的发现 更好的理论 去解释我们见到的现象 那么这一节 来到这里 那么我们下一节 就还有科学回忆录